欢迎收听12月16日的世界晚报 一对华人夫妇因信仰未打疫苗 先生近日染医过世 纽约市一名警察带珠宝遭解酿枪战 造成劫匪一死警察重伤 多名尼加斯人飞机坠毁 9名死者全是美国公民 拜登总统就芬太尼毒枭的犯罪问题 全球通缉武汉毒枭药王 继联邦众议院后 参院通过维吾尔法案 限制新疆产品进口 由于大型科技股疲软拖累主要股指 美股16日收跌 纽约时报报道 外籍网红分享中国快乐生活 成为国家宣传机器 一名男子派大闸蟹加回吊在窗台的衣服捡不到 网友表示 这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洛杉矶消息 加州民众自接种第一剂新冠肺炎疫苗至今 已有一年余 目前加州超过一半居民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实际效果说明 多数完全接种疫苗民众 能很大程度避免病毒感染 不过至今仍有少部分华人 因故未能接种疫苗 近日 内陆一对因信仰未能接种疫苗的华人夫妇 先生不幸一次染疫过时 太太感觉事态严重 担心感染赶紧寻找疫苗接种资源 以便尽快接种 勿让悲剧重演 纽约消息 16日凌晨三十许 一名刚下班不久的步路轮士警巡官 在皇后区57街交北方大道的夜店外 遭三名抢匪跟踪 对方试图抢劫该名巡官佩戴的珠宝 双方展开枪战 交火中巡官受重伤 其中一名歹徒也遭重担 经医生抢救后重伤不治身亡 另外两名劫匪开车逃逸 警方还在追查 圣多明哥消息 海雷德斯航空集团旗下一架私人飞机 今天在多明尼加首都圣多明哥的美洲机场坠毁 造成9人丧生 据报罹难者包括多名美国人 法新社报道 安全官员表示 机上6名乘客是美国公民 机组人员则是有两名机师和一名空服员组成 报道说 这架飞机原定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 从多明尼加的伊沙贝拉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 因故障紧急降落时失事 详细原因仍待调查 华盛顿消息 拜登总统15日晚间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 就芬泰尼毒枭的犯罪问题 下令财政部与国务院联手制裁四家中国企业 并对一名武汉商人叶全发发出了500万美金悬赏的全球通缉令 拜登政府表示 叶全发是目前全世界已知最大芬泰尼吸毒品的生产龙头 以武汉为中心的全球成瘾假药网络 不仅是助长墨西哥 继联邦众议院后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也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 法案将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新疆产品流入美国市场 这项法案将在送交白宫 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 白宫已表明 拜登将会签署这项法案 白宫发言人沙奇14日在媒体简报上表示 拜登与国会看法一致 必须采取行动追究中国在种族灭绝与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并解决新疆强制劳动问题 华尔街消息 石坦普500指数下跌41.18点或0.87%至4668.6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85.15点或2.47%至15180.43点 为9月来最遭单日走势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00点后 下跌29.79点或0.08%至35897.64点 北京消息 英国网红李一和奥李巴瑞特负责当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中 分享两人在中国开箱异国情调饭店 探访人际罕至的小村庄 在市场品尝美食的影片 这类影片虽然给人一种随心 简朴的感觉 但在镜头背后 往往是北京当局 国家控制新闻媒体和其他官方传声筒组成的大型国家宣传机器 外籍网红的影片宣传 正是中国政府企图在全球扩大散播亲北京讯息影响力的一环 北京消息 杭州一户人家居家隔离时 衣服被吹到楼下窗台 没办法下去拿 男子突然灵机一动 用一条绳子绑住一只活的大闸蟹 慢慢把大闸蟹垂降下去 没想到真的把衣服夹回来了 网友表示 这真正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